10月23日上午 由浙江省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王晓峰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到访法国中法友谊附助协会 中法友谊附助协会会长吴诗明 向代表团一行介绍了协会的创建历史 以及21年来为促进中法友谊 积极投身慈善事业所付出的努力 随后双方就协会所在地 大巴黎地区华人批发山圈的发展现状举行座谈 参加座谈的代表有浙江省桥连副主席卓旭光 中法友谊附助协会永远名誉会长张长豹 第一副会长江学峰 欧洲清田同乡总会会长陈少奇 以及十多位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浙江籍桥林 座谈会由协会秘书长林金杰主持 吴世明会长介绍说 浙江籍华商从90年代中期 开始进驻位于巴黎北交欧贝贝列市的批发山圈 目前已有1500多家商铺 成为全欧洲规模最大的服装和小商品批发市场 近年来虽然面临欧洲经济的不景气和地方治安状况的恶化 但是华商们依然以坚定的信念 努力开拓市场不断进取 王晓峰副部长对浙江籍华商在桥居国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豪 他通过随机提问的轻松方式 全面了解华人批发山圈的侨胞生活和侨商经营的具体状况 王晓峰副部长细致询问了中美贸易战 汇率变动等外部环境对华商贸易的影响 以及华商二代子女在商贸领域与父辈们的创业理念差异 通过对整个欧洲范围内华商情况的对比 他勉励旅法华商在经营上继续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 树立华商的正面形象 同时他希望通过这次考察掌握的第一手信息 能给国内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带去有力的实际反馈 进一步助力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 座谈结束时王晓峰副部长还参观了 法国华人进出口商会的中文学校 在走访批发商圈途中 王晓峰副部长一行 对整个华人批发商圈的发展面貌和规模赞赏有加 每到一处批发商铺都进行认真考察 从产品设计 货源组织 销售渠道一一进行了详细了解 当他或知许多华商拥有自己的独立品牌 并已经产生了品牌优势和效益识 更是大为赞伤 最后他特别感谢吴世明会长安排的这次座谈和走访 强调说 虽然时间短 但是收获很大 确实不需此行 法国华人卫视巴黎报道 华人电视连接中外 传播中国文化 讲述中国故事 打造中国品牌 最接地气的海外媒体平台 文化交流 经贸合作 旅游推介 市场开发 产品展示 品牌设计 展览策划 影视制作 活动组织 您的各种需求都会变成我们的行动 用创造回馈期待 让合作绽放精彩 华人卫视 国际品牌的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